今天要來比較不同等級的琴給大家做參考 首先來看一下蛇皮 像這把大概是五千以下的琴 然後再來這把大概五千到一萬的 然後這一把是台製的 然後這把大概一萬到兩萬的 再來這把長盒的 這兩萬到四萬間左右的價位 再來這把是台製的 這把大概四萬以上的 然後接下來要為大家示範拉一些簡單的聲音來給大家做比較 這把小盒的聲音來給大家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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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結來說五千塊以下請就不要考慮了 因為它使用的木料啊材質其實都是最低階的 所以它的穩定度不夠 然後使用時間也不長 它那些小毛病會蠻多的 新手或者是想認真學的玩家 其實就不要考慮這一把這種價位 然後再來五千到兩萬的這種 如果預算沒有很高的玩家 就是可以考慮從這方面入手 因為它其實穩定度是夠新手來使用的 所以如果預算沒有很高的話 其實就考慮這個範圍內 二五其實是蠻難的樂器啊 所以不建議一直換琴 因為它一直換琴 你要重新適應會影響你的學習能力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建議你們大家 玩家的話都最好是一把到位啊 像這種三四萬塊以上的就是 算是一把到位 因為它不管是木料或者是皮來說 都是選用比較好的 至少可以撐個十年以上都不用換琴 這都是ok的 如果不會不知道如何選琴的話 也可以來找我們網民做詢問 那以下總結到這邊 下集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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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